紅牌重機從車輛右側呼嘯而過 沒過多久突然衝到對象 會失控是因為撞擊到鳥類 一路花心接著再衝撞陸數 騎士重重往下墜落 高度差一公尺的陸體下方 騎士倒地留下一大攤血跡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救護人員趕緊到場抢救 就是撞到鳥以後 失控然後從那邊飛下去 撞彈數 速度大概有破百吧 目擊民眾嚇了好大一跳 事情就發生在20號中午11點多 台東市新生北路 合體共購的外環道 29歲的無姓男子屏東人 是台東觀山分局陸野派出所的員警 休假騎著紅色的紅牌重機 往台東市區方向 卻撞到保育鳥類環景制 目前員警緊急送醫後 恢復生命跡象 但還沒脫離險境 不過有路人經過這裡 真的要多加留意 因為這附近本來就常常有環景制出沒 旁邊兩邊都有河川地 然後又有農田 都是它常出沒的一些生存區地 飛行的高度並不會很高 一般來講不會超過兩三公尺 專家表示雖然環景制飛的高度不高 但類似的鳥籍車禍 發生的機率相當低 無論如何 還是提醒用路人得小心注意 以免發生意外 TVN新聞 劉靜元 陳家彤 台東 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